大家好,再打一次建業入侵戰 不過這次的地圖和士兵數量好像有點不同 我先看看,要不需要什麼特別裝備,或者要特別買東西 都要多買幾個人,因為我這群人,有好幾個都可以升級 好,出兵,這場仗派什麼人,怎樣都要派一些最厲害的 先等等 這場建業入侵戰都不容易 很容易打的 都不是很容易打的仗 先量一下 先量一下 好,差不多了,就這樣吧 好,出戰 建業入侵戰 大家可以看到地圖有一點不同 我轉一轉地圖的畫面,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你會看到一些木人,木人在那些欄 有些欄是封著地圖,讓他們出不來 但跟之前一樣,都是分了三個地帶 宣權當然不會放棄,然後,有沒有其他辦法呢 有辦法的,就是用木人 木人,因為他們,周瑜也會用,魯叔也會用,呂蒙也會用 陸遜也會用,張超等等 所以一次過可以有 你會看到,一、二、三、四、五 有五支,即是有五群的 木人部隊 五群的木人部隊,即是說 合起來,是有二十個 不容易搞 那場仗會不會都很難打呢 那看看在哪一邊 你例如,在右手邊這隊 如果要進去打 那這裡又騎兵 又有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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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其實要跟他們鬥,就不是真是這麼容易 當然,又沒有至於完全沒得贏 其實都可以一試 我們上次玩過紅色路線的時候 已經試過打 是三面部隊合作一支隊去對付他們 這次我們試試 我們儘管試試看可不可能有另一個玩法 嘗試一下 是兵分三路的入侵 看看能不能 一時間都不太容易 因為在地圖上 地圖上的不同地方都會有 對方的囚石車等 都很麻煩 首先 要最快去對付 最快要做事 就是由曹操這一邊 一邊 這邊這些只要不要走太前 因為那些木人不會上來打我 一定要把軍師搞定 那些木人才會走 其實應該是拿一些步兵去看看是怎樣的 好,就這樣,三邊都已經有所行動了 好,就這樣吧,先把他們撞出來,不然在其他兩邊軍隊進攻的時候會很麻煩 我會給他打的,但問題是因為他的權勢 已經是33%的權勢,所以就容易搞的 他受到人家襲擊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然後再找一張盒就能殺多少 這裡可能會中一下招的,不要緊,因為後面有人可以幫他補血 小補級不可以就用大補級,加滿就可以了 因為呢,蘇柔是有太平妖術 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拿太平妖術 那就可以每回合,每回合都會加MP 暫時這裡是這樣的 這裡跟著,這裡都沒有什麼了 射一下,射一下都沒有人,沒什麼所謂 射不射都沒有什麼所謂 好,這邊我再走近一點 因為親衛隊可以打斜 但一定要找龐德塞住路 這樣才可以打得安全一點 至於這邊似乎他怎樣都不撲出來 但是我又不動 一定搞定這裡這幾架投石車那些才能動 不要緊,因為我們有40回合 哎呀 不要緊,逐隻逐隻人 對呀,射到就可以了 下個回合才射下面那些吧 咦,這裡有危機,所以 隨充不出手都不行 好,這樣吧 好,這樣就變成 變成因為 然後這裡就一 哎呀,不行 要下個回合才行 因為 沒有放好陣勢 沒有放好陣勢 可以的話 其實應該用兩個人塞住 都可以,暫時都可以 咦,靈筒在後面 好 這裡暫時就不怕 1,2,3,4 他 還有那些投石車不會打我 應該 所以應該可以找一下 找一下曹章 順手升級吧 都 就馬一下 就馬一下叮鳳 沒所謂的 用技不行都可以加經驗程 所以沒什麼所 好,這裡 這樣吧 這邊 好,這邊就龐德 殺上來 即是可能每個回合 號他一個人 而且龐德已經是殺 已經是32級 好 哎呀,豈有此理 但是你可以走 你可以走得掉 好,就這樣 就看看他怎麼應對 好 他殺出來就有一點點煩 好,又是了 找點位幫忙開路 34級 然後再找個攻騎兵去收 有需要的,因為把合就快 可以做連路騎兵的了 射哪個好呢 射還是射這個好呢 好 先殺完 然後這裡 就殺下來 用大補級 他攻騎兵應該殺不到我 一個回合 好,駱駛也應該是另一個重騎兵 以及快可以夠30級 升級 正式 近衛隊 好,不要冒陣 哎呀,應該買多一點米,算了,幫他加30 我怕,不過他撲出來最多都是被人打兩次 加個大補級會怎樣 74,如果加小補級,就62 節省一點策略值,之後還有用 正觀其變,寧願讓他們打一下 正觀其變 好,這邊對金靈 喂,不要啦,打中一下可以嗎 沒什麼用啊 先搞定一個金靈,不要開玩笑 好,拿飛龍杜浦,拿飛龍杜浦也是小事 哎呀,這樣要走 怎麼辦呢 不過他是比周泰打野而已,應該沒事的 還有,因為有龐德在這裡應該不會殺出來 好,司馬爾,因為司馬爾是有冥想計的 如果不夠這個 如果不夠用,那個策略值不夠用 他可以冥想去增加 每次可以增加25點 他會犧牲一些HP 不過 如果打得好的話呢 我打得不好 但是如果打得好的話 軍師就不會多被人攻擊 所以 有時候被人扣一下 扣一下HP 或者用計來扣一下HP 不會太嚴重 這裡呢 他打斜打我 哇,真的 真是輸下來 但是龐德有這麼強 所以 兩三野就已經 即是他們已經 兩三野打完 他們的回合數之後 打完他的攻擊機會之後 其實都不會太扣到我 那麼 這裡又不怕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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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 方術士可以不停在這裡補血的 兩個 可以不停在補血的 好 不動住 這裡又可以 可以 過了這邊 把炮兵 把炮兵 趁機會過去 好 來吧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的 加了經驗值 加了經驗值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的 加了經驗值而已 好 這裡 暫時 暫時 每個都加一下 每個回合打他一隻 每個回合如果能夠削他一隻 其實都差不多 靈統 嗯 張鳥和曹章都是28級 好 這裡 弄個方暴 靈統 先趕一下 因為 馬上可以變成 100% 那些 命中也會變成 100% 咦 我原來都... 豈有此理,打他不死 希望沒什麼事 接著到這邊,首先一定要搞定周泰 有麻煩的,但是... 好吧,唯有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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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然後仍然是用卓業,應該夠了 應該夠了,關羽上去,搞定 他們現在還是一個普通的老兵,所以射程只有三格 如果過30級,就會變成連老劇兵 就變成連老兵的射程好像不止三格,好像是四格 我自己就知道,對,四格,威脅會比較大 不過暫時能夠避開的 應該是 可以的話就慢慢衝進去拆炮車 但現在當然是先幫自己加滿血 很重要,因為沒有人回復的話很嚴重 好 就當好一下朱葛珍 如果是用殘療去砍他的話,就可能搞定了 章療是滿血的,曹章反而不滿血 所以可以的話應該要給一個大補級 問題是曹章自己也有點自身難保 然後靈筒又很滿血 怎麼辦呢?換一換房 嘩,真的不太行 真是...真是扔不到他 算了,照... 先在這裡待著命 然後看看... 嘩,只是扔到50點而已 這樣的話,這裡是膠著的 嘩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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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麻煩 嗯... 就算是用毒煙 毒煙就67... 即是我中了都是67 67再加50,110多也未能死 我記得 彈後一下,做個小補級 然後這邊就... 咦?好像殺到喔 好似 好似的 對 先殺過一下吧 還有這邊其實... 要拆炮車的點位去也很足夠 因為人們打不中點位 這邊的形勢不錯 不錯的 不過不錯得來也要小心 他硬是要被人踢 不過由於他是重步兵的關係 而且有這麼多的攻擊 太早進去了 太早進去了 所以他們的木人開出來 木人一開出來就很麻煩 因為整天塞著路 很難打到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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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血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另外還可以用司馬爾 小補級 這裡有一點失策 應該一來就要進去 但是不進去 一進去就應該要衝到炮車 已經要衝到炮車 已經要衝到炮車 現在這樣其實都很難打到炮車 所以要衝到炮車 其實還是夠回合數 好 看看回合情況如何 哎呀 最大問題是 如果像這裡的頭石車 你變成不能打炮 紅紅白的胸圖 QQ 很難打電 我們現在共有另一技 其實不想這麼快就搞定了,應該是想留給人升級的 但是沒辦法,不打中都打中了 那這裡章鳥就不要這麼快走進去 不是時候,現在用了8個回合,慢慢跟他磨一下 其實應該在這裡用一用方暴,不如先不要用,下個回合 還是笑容吧 80%命中率 如果是這樣就用緩隊 殺不了 對,殺不了過去 希望起碼拆一輛炮車 殺不了 還是要用這招 哎呀,還不行,還要 慘了 哎呀,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好,試一下吧 如果不行也沒辦法 如果這樣弄死了自己也沒辦法 如果這樣弄死了自己也沒辦法 那這邊行動要快一點點去支援 應該要清掉這裡 然後再算 然後再算 好,就這樣 好,就這樣 好,好,就這樣 好,我先去打開 好,好,好,好 木人雖然有用,不過不會扣太多 當然對軍師除外 好麻煩 因為計錯了 換隊 好麻煩 不太行 好麻煩 雖然換隊也是很... 這次很糟 這邊先衝 好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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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麻煩 好麻煩 天 터 這個就算加了關羽 都幾麻煩,因為司馬爾本身都已經不剩下很多 關羽就更加了,他要退出來用米,加回自己的血,才可以再衝進去 再看看怎樣幫到龐德,如果他用米的話,一時三刻都死不了 所以,在前方有關羽就更難了,因為它不剩下的 但是,沒有了,但是在那裡的一刻都不剩下的 但是,如果開玩笑,我一定要看到那里不剩下的 對,因為你怎麼會封鎖過 所以,我把那裡有關羽就像了 等一下要想一想加血的問題 衝出來反而是好事,只要我拆到多一輛炮車就對我沒好處 幸好這邊我會洗開弓箭手,情況好多,比雙眼中好多 先擦一輛炮車 先擦一輛炮車 應該沒事的,好,不管了 反而這裡用緩隊有好處 擦一輛炮車 完成 唉,這麼廢話 我先加關羽 先擦一輛炮車 不過我都頗害怕 始終上面的弓兵等等都沒有拆掉 我不要敢叫關羽太過冒險 對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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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煙 怎麼搞的?怎麼搞的? 怎麼打不中? 會不會廢話 下一個回合要一次過衝進去 寧願捱一下 一次過才衝進去,因為衝進去的目的還要是塞住,不讓木人走上來 這樣才可以慢慢再向下打 否則就會像這邊一樣亂到七彩 即是不死都亂到七彩 好,暫時這樣吧 預了你出來射,我就是要引你 被包圍,不過他每次扣幾點就不害怕 即是木人那隻拖住了我 拖住了我的進攻節奏 好,這邊 先弄好弓兵 而且一定可以打兩次 確保每個回合 如無意外每個回合都可以弄好一隻 好,差不多了 就算捱一下也好 先幫他升級 先升兵種 連路騎兵 連路騎兵可以打三格 但是 當然不算是最好 因為只是可以打三格 但是我連路兵可以打四格 所以當然不是最好的選擇 你對摩擈他們 會打三格 但是 Cole 你應該打三格 他就不知 要還要打三格 在我 唉,下來 好,乾淨一瓶 這裏還沒衝進去 但是呢 這樣 起碼他打開門的時候 我已經有殘料在塞住他們 讓他們出不來 然後下去打這些軍師的時候 就找駱俊來做 在後面頂住 然後那些軍師 騎兵 就走下來打 希望能夠的話 其實都很難的 希望一兩個回合 總之一個回合內 可以殺到老叔 如果不然也是犯的 沖 衝得來又不能衝得太入了 先術士沒什麼可以做的,可以退出來,因為也沒什麼用 大概在這個位置幫忙,保不保血,未必有這樣的需要 先冥想一下,沒什麼可以做 扣50點血,但可以加回25點 一打94,扣了多多 但是先冥想到這個位置,我把身體要滑上 但是我們把身體去面積掉 要成為一圓鬥十分 先前衛太入圓,可以做了 但是現在有 Debatte要看的,而且還要召加 所以,你起碼會有所解放 現在只用了四分之一的回合數 這裡也要看看有沒有辦法 因為章鳥可以每回合加血 所以現在對他來說是沒事的 可不可以更廢呢? 可以更廢 這樣衝過去的話他的箭也不能射我 所以這樣就已經弱化了他們 不過這邊呢 我這裡也要小心 國家也要走上去 然後那些木人沒那麼快追到來 然後就先找駱俊頂著 長遠來說都需要下去搞定那些軍事 不過很難搞 所以我還在考慮 如果我用這個方法打不到 其實都會的 或者在這個階段 十多回合 我把全軍 才在北門那裡調回到建業城裡面 其實應該是比較容易打的 寶寶血色 不是啊 因為呢 這樣比較好 要不然就不能清掉 清少一隻就只有一隻 大佬 不然呢 不然呢 先換隊之後再算 龐德剩下194血 八成命中率有十次有八次打得中,結果是整天都打不中 33級,其實現在可以轉做騎馬軍師 還有沒有什麼可以做呢? 暫時都沒什麼,這裡就用小補級 但其實沒什麼所謂,加個二十幾點 都好的,因為比他早點升級 其實應該要他升多兩級 如果沒有記錯,大概升到34級左右 他會有...哎呀,糟 哎呀,糟了,因為沒有了保師 馬上不用打 沒有了保師,不用在這邊打 我整天都打不中 我們過了 我們坐在邊,要停 我們坐在這裡 還沒說什麼 我們坐在這兒 我們坐在這裡 好,我們坐在前面 哦,你坐在家,坐在家 各位坐在這裡 我們坐在上面 坐在那裡 坐在我 坐在那裡 沒了方術士去不停補血的話,要攻破這一邊其實就沒什麼可能 不過現在再從北門進入都是可行的策略 其實最麻煩的是,如果我們進入第二層的話 其實他們這些士兵全部都會在中路上 全部都會向我們的軍隊進攻 暫時可以打,而且現在只是13回合 好,就這樣吧 弄一下小補級,放一下關羽 還有升級升得越多,轉職的時候學到的計謀都會越多 嘩,這裡就亂 亂撞光 將他拿去拆砲車 暫時的炮兵暫時沒有作用 在這裡 在這裡保護了國家 我還有人還沒動嗎? 對了,還有國家還沒動 純粹拿一下經驗值,因為可以再升 已經30級了 現在這一關已經打了一小時 不可以了,氣柱被扣了很多 木人真的挺難打 而且最慘是無限復活 先看看,許柱的情況也不太好 要補都先補了許柱 要補柱 起碼許柱是一個回合 一個回合搞你一個 希望幫你加了做親衛隊之後 情況會有所改善 我是近衛兵 因為人也不太好 你和木人說自己記住,可能會有何用呢 跟牧人說 因為這樣只剩下四隻又沒有寶師 又要打這些步兵 其實效率不夠高 分分鐘一下不小心被他弄走多一兩隻部隊 就更慘 反正也是,不如用其他方式 還有誰還沒動? 對,這邊全部都還沒動 我這樣可以引走牧人 他會追著我 這樣就對了 有一定的回合數 他就不會不停在中路衝出來打我那些部隊 引走了,更好 一路給著小部級 還有居然 對,沒想到 這隻先 Machado 不是我 雞尾 沒想到 臭 還有二十五個回合 好,這邊準備閃 其實我想連右邊那些都會閃 引走木人之後就集中兵力去打中間那些 這樣可能會更好 寬張 還有關羽是怎樣都應該走過來中路 這裡美中不足就是龐德會走得慢 但是都要的 還沒攻擊到 不過我也不相信他會衝過來 過來過來,木人門過來 又逃走出來 前進是困難的 所以這個時候要穩定 應該會打得贏的 就應該回到集中兵力 所以走了 應該不會太久 十個回合左右 我到時候應該已經攻破了這個位置 關於會跑快一點 其實應該是有單跳的 應該有單跳事件 好 點位差一步 但113 1.1.3不行了,再算吧 慢慢磨它 還有1.1.3應該不會用計去救 好,就這樣 來吧,來吧 原來牧人也走得很快 跟重步兵一樣 其實我這些已經可以升兵 其實現在這樣走出去,當然你會想有沒有搞錯 你打到這裡突然又走出去 但其實有個好處 因為如果我一開始就這樣做 即是我一開始已經把兵力全部 即是我不兵分三路 變成就不會耗到某些兵力 而他們有些兵力是會 改為 不停在中央涌出來打我們的人 他們有些部隊其實特別 其實海盜那些我都不需要害怕 最需要害怕的那些是 那些武術士 很麻煩 因為我們打他們的命中率又低 然後他們可以 不停地用毒計 總之就是很麻煩 不停用毒煙 其實會變多了幾個 軟頭攻擊的部隊 反而是 我們是有麻煩的 好 這裡的典位 暴躁在這裡 暴躁暴躁在這裡 因為他也有 他也有些可以打我的工兵 我們先清潘章 我們先清潘章再慢慢跟他搞 所以如果一開始 我們就不兵分三號爺 合兵一處 從中路進攻 進去中路 其實都可以打贏 不過 打得贏的機率也是高的 但是會比較辛苦 而且如果很不小心的情況下 有些主力部隊 是會有損傷的 例如張寮 典位那些會死的 在不幸運的情況下 會影響自己的戰果 現在其實是很穩定的 我們先去玩一下潘章 其實可以不打他 因為我可以不殺潘章 因為照算是要等關羽上來 對 喂喂 唉唷 走得太慢 還有怎樣 我不應該動了 我們最後用換隊 不要煩 不是 如果這樣的話 就應該曹操下來這個位 然後才用換隊 每個回合 每個回合弄他一次 就這樣吧 下個回合再做 原來可以射到這麼遠 不過不要緊的 那些木人來到 我就找曹璋和駱駿 在那裡塞住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 調走他大部分的木人 還要不主動進攻他 調走大量的木人 那些木人不是很高 攻擊力 不過他會塞住條路 所以很麻煩 他的問題在於是塞住條路 下個回合 下個回合才衝 這個回合先給大補級 這邊 差不多了 關於差不多到了 差不多到了 下個回合 追出來吧 追出來吧 反正你不夠快 好處 好這邊 關於已經到城門口了 騎兵手 好處 好處 得到鐵盃 他們會主動進攻 首先是軍師會主動進攻衝出來 按照計算是很好的 但現實是軍師用了計策很難搞 多幾支部隊支援才能引他們出來就會好些 我試過用爆嵌一人扣100多 令他們每個人扣100多都很傷 所以暫時就這樣 多個關子衝 其實不應該放點位在這個位置 也不要把這個回合殺他 如果打到115 打到115 打到84 再玩幾十 然後諸葛錦又不停幫他加血就不太好意思 我們希望可以清掉這四個 然後一次過衝進去 然後就引他們的幻術士和軍師 逐個逐個引上來 然後再用弓箭手、再穩、許柱 再用親衛隊等 希望一個回合打走他一兩隻 這樣打法就最理想了 只要打走他一兩隻的軍師 他們的木人也會大幅減少 好,下一個回合 還有19回合,還有一段時間玩 五十二 不知道他會不會放手加血呢 諸葛錦 對,要等熊游懂得用援軍 因為援軍很厲害 他一用的話 可以有九支部隊 加一百多接近二百血 是相當好用的計謀 所以 這個關注其實可以衝進去 但是 不要衝著 一二三四五六七 可以動七格 如果他在這個位置衝進去 一二三四五六 就立刻可以打諸葛錦 或者打過幻術士 但沒什麼用的 好,這樣先吧 其他人就麻煩走快點吧 龐德 差不多了 那司馬爾快點去幫忙 對了 又弄個輸送 然後差不多加血了 第二十三回合 第二十三回合 這邊龐德 龐德 龐德都要用 是時候把自己變成近衛兵 先冥想一下 加回自己二十五點 經驗 不是,加回自己二十五點 血 策略值 先冥想一下 下個回合開始 就可以 主炮三連射 下個回合開始 三個弓箭手狂射箭 下個回合開始 三個弓箭手狂射箭 下個回合開始 下個黑胸射箭釣 一下子 下一個射箭魚 有些新的木人已經不會追出來的程度 哦 慘張 守住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好 進來 主砲三連射 每個回合都可以拿你一隻的命 還可以射他兩隻東西 我下盡很慢 哎呀 融了輸送 給他加148點 全滿 馬上HP全滿 然後有些木人會主動攻 所以這樣拉走大部分的木人 是有他的用處 是有些木人會主砲四連射 是有些木人會主動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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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的司馬爾特 進不來 看看 我這個 好 這樣 就沒有了 是有些木人會主動攻擊 是有些木人會主動攻擊 可以扣20點HP 但是呢 基本上一次過最多可以加9隊 而是幾乎可以加滿血 就是幾乎立於不敗之地 如果在這些攻城戰上 只要人家行動的回合打他不死 然後回來 你已經可以幫他加滿血 有點麻煩 因為國家不夠快 是有些木人會主動攻擊 而且呢 弄一下弄一下 原來他的回合數 已經得回14個回合 不是十分夠用的 所以... 冒險史少也要試一下 喂! 擋了? 沒辦法 這樣就沒辦法 竟然是擋了 喂! 擋了兩下 他75名 還擋了兩下 那你不如跟我說不用打吧 打什麼 我看不見 那你不如跟他一樣 我看不見 那你不如跟他一樣 其實也不能用火計 但起碼可以先趕走諸葛緊 但現在這樣就不行了 好 這樣先吧 唉 真是 對 還有 他的刀刀和曉術士是會用這個方暴 又是麻煩東西來的 因為中了一隻 重要是我是死了一個先術士 現在幫不了他加回 非常難搞 形勢突然變得很差 原先有兩個先術士 事情仍然大有可為 現在就問水 除非有奇蹟出現 哎呀 沒有 幾個告訴你原來是沒有 差60 因為這裡射不到 對啊 剛剛差一點 剛剛差一點 射不到六順 下一個 應該是沒有 經過 大家的想法 跟我們 說出錯 是的 好 能打錯 是的 我如果有兩者看看 零往後 看 零往後 在這個情況下 我有兩個先術士 有兩個仙術士可以幫到手 一個仙術士可以幫忙加血 另一個仙術士可以幫忙解除狀態 但現在已經死了一個 所以...快點吧 又用不到計算 不能不走這個位置 可以走後一格 然後用覺醒 但之後就麻煩了 先搞定一格 先搞定陸遜 先搞定軍師部隊連木人都會消失 但還有三個 還有呂蒙老叔和張超 還要搞定周瑜 即是說有四個 要搞定四個軍師 再搞定這四個軍師才能解決問題 聖者寶劍 然後... 好 防得 希望下回合可以幫到手 這裡... 司馬爾有什麼可以幫到手呢 這個回合 其實都沒什麼 好像... 幫忙加血 都好 等下關於下個回合可以殺上去 或者... 接替前線那些... 接替前線那些人 都可能有這樣的需要 好...就這樣 接替大家求神拜佛 起碼要熬兩次防暴 唉...又熬不到 接著... 他打我 他攻擊我反而不怕 嘩嘩... 嘩嘩嘩... 顛住啊 點位 我會接替你回來的了 快 嘩... 嘩... 哎呀 還要拿一些木人去頂住位置 我賣不到他們去打的軍師 讓他們進入中路會有壓力 而我如果不先清掉旁邊的部隊 其實這個危險是更大 好,又弄少少4支 接著這裡 放龐德是最好的 好,就這樣 目的是要弄好老斤 咦? 一分鐘不死 道士也可能可以 少一個道士就少一次方暴 但是,看看能不能打,不能殺不到 即是可以打到他,但應該殺不到 這樣就不要亂殺 如果關羽殺到這個位置 我們要看看,怎樣 這裡灼燃,可以燒到他多少 燒他 關羽下去,扣不扣105 咦?扣到了 82% 嘗嘗 嘗嘗 希望沒事吧 希望 還有他有個城池守住 這裡一次過加上他了 王軍 還有12個回合 目標是要搞定孫權 但是他周圍還有3個軍師 總之都是麻煩的 火震 先燒一下他們 希望幫忙一下可以 然後這裡 其實都... 可以再移進去 嘩,怎麼搞的 火龍 但是同時也是引了他上來 嘩,似乎有點托大 幸好曹操成功引走之弓兵 喂,不是吧 這個 有點麻煩 因為關羽已經隔絕了 有辦法搞定盧叔 呢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有機會搞到老叔 搞定 他又不見多4支木人部隊,基本上已經不足為患了 他已經沒有什麼木人部隊,然後關羽,現在我就要想了 有沒有辦法可以令關羽走得出來 比較難 另外就是余禁,83,關羽,126 嘩,好,試一試 好 好 搞定了,呂夢 連外面的木人也都走了 接著,這裡的近衛兵已經可以走進來了 不需要再顧忌什麼 但是,再看一看 既然他沒有什麼軍師的話 我就不需要怕那些 那些老兵會有事 打法都會有些不同 嗯,落盡不夠快 國家下來就已經是大戰結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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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放到空位就可以了 不過沒有理由找曹操下去 一死就完蛋了 不會做這麼冒險的事 我寧願司馬爾下去也不會 對 對 對 就會有一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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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吧 這樣吧 然後後面幫忙補血 以防萬一 還有誰不夠血 原來章鳥都不太夠 差不多了 看看這個回合 很關鍵,看看他可以怎樣做 啊,防暴 糟糕 一中防暴就是全餐 幸好 幸好有個城防守 他都不會扣到很多 敵他 關羽...算了 沒有辦法,關羽先問好狀態 因為這邊也有危險 要是怎樣 哎呀 咦? 對呀,他不能反擊 哎呀,我現在... 因為我是想... 我是想這個回合攻擊周瑜 ,這一不會相當高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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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ventions 好,先燒死這隊 接著就可以用這招 射殺周圓 射不死都希望射到重傷 要浪費回合去補血 這樣就可以幫到關羽 如果現在這樣的話 大補級 甚至不需要用大補級 加滿血可以幫關羽脫身 直到還要用大補級 來了 再砍死周圓 沒了木人,真是一片光明 能夠放到冰上去就放一下 還有最後一個可以用到方暴的人都沒有了 好,這場已經打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其實這裡我只是有一支部隊撤退過 所以其實都算不錯 從結果上都不錯 因為可以不止一隊撤退 當然還沒打完,可能有其他隊伍會撤退 小補級,還用了小補級 其他隊伍就有點不足為患了 哎呀,用點力啊 如果不是孫權用了小補級的話應該已經完成了 好,還有10個回合 那剩下就是看看有沒有辦法可以 令他全軍覆沒 煞進去 煞進去 防暴 剩下1了,算了 嘩,打不中嗎? 有沒有搞錯 一次可以加175 分分鐘還可以多一點 麻痺 麻痺 就這樣吧 嘩,孫權都不理會 即是他都不做攻擊 即是捏了幾個就得多久 司馬爾不用怕,被你砍一刀 不外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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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回合 然後還有一些劇情要看 所以這一集應該會超過2個小時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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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可以加自己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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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你屬下和五個人民都會保證他們安全 嘩 率全軍投降 誰在這裡有全軍,全軍復活了 全軍暫時待命兼業 等待新的指示 其實是等待新的劇情而已 嘩 嘩 嘩 打紅色路線的話 這裡就好像是孫權 然後這裡就 打藍色路線 這裡看到的就是周瑜 嘩 嘩 嘩 你在宮殿裡面很難找不到的 嘩 嘩 孫權以下主要的五軍將領到戰蛇 都已經滅亡了 最後想問一件事 恐明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嘩 嘩 有些傷害了 竟然是魔王 嘩 然後曹操突然變勇者 祭壇必須徹底特別的地方 其中兩位就是赤壁和許都 還有兩位是西方 如果能守住許都就可以阻止魔王復活 但是許都是我自己的地方 你說哪有能守不守的 好,中章,魔王回復 其中一個祭壇已經發現了,在赤壁 一個在許都,自己根據地 如果祭壇是行張桌子就算了,當然難找 但是在戰場上,一個大的祭壇應該很容易找到 調查祭壇的位置 現在的祭壇應該很難看 不知道有什麼不妥 冬不滅亡了就只剩下屬國 屬國只有很小的地方 兩千,去五福袍 好,在白帝城發現屬國,有什麼不奇怪呢? 最近就是漁福袍 好,下一集會打,好像是頗困難的 那場戰役好像是短的 不會說有很多回合數 不需要好像這集那樣打一整兩小時 但是難度好像也不低 我們下一集再見 一起看看下一集的難度有多高 好,拜拜